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再來我們談走錯路 不要學宋草書東坡 這老法師講第二點 退轉之後修行一事不如一事 因為我們今天提到路 明之夜路 我們說修數百年來齊齊之路 其實輪迴之路其實是數百年來 是千千萬萬事 所以我們第二條就要談 退轉之後修行一事不如一事 我裡面講生死有兩種 一種是便利生死 一種是分段生死 什麼叫便利生死 什麼叫分段生死 能夠超越三界之外的叫便利生死 我們現在沙伯述界的生死叫分段生死 阿羅漢是了分段生死 但是菩薩還有便利生死 所以沙伯述界的生死叫分段生死 六道輪述這叫分段生死 六道輪述是苦海 佛家常講苦海無邊 像宋代的大文豪蘇東坡 他的前生是五祖戒禪師 那個時候朝廷有一個大官到寺廟進香 五祖戒禪師一看到做官的威夷 他動了心了 羨慕 所以來生去做官去了 他一生的羞辭只犯了一個官位 他官也沒有做得很好 得罪了當前派 最後扁到南海 海南島去教書 日子過得很辛苦 這個歷史上有記載 蘇東坡死了以後再轉世 還是在人道 地位就更差了 做一個很小的官 好像是縣政府裡面的科長一樣 這麼一個地位 以後就沒消息了 蘇中坡先生常常有帶來一幅往生工具 就是他有畫一幅阿彌陀佛的聖像 他說這個是我往生西方的一個工具 就是說等你入場卷 但是或者他也沒有往生 英光大叔說他沒有往生 這個我們在以前講說我們有探討過 所以老法書說一視轉 往下墮落 這個非常的可怕 所以真正能夠救度我們的就是淨土法門 老法書說西方同學千萬不能夠錯過 這個法門是百千萬劫難遭遇 錯過了就太可惜了 一定要曉得 一定要曉得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 無論他是什麼樣的地位 升到西方的世界就圓正三不退 就是餵不退 行不退 練不退 餵不退 不會退到凡夫 行不退 不會退到二聖 練不退 所以不再起心動練了 不但沒有混沌生死 便利生死也不在乎了 在西方其他世界不但沒有混沌生死 連便利生死都沒有了 但是西方其他世界以外的身文 元節菩薩他們就很在乎便利生死 也就是他們很怕便利生死 為什麼 因為便利生死還有隔音之名 休息要經歷長節 他會退轉 為什麼會退轉呢 裡面的煩惱沒有斷乾淨 外面一道圓煩惱起現行 馬上就墮落了 馬上就退轉 一退轉 有些退得很厲害 一退退了好幾步 不是退一步 退轉之後 一試不如一試 所以我們第二個人是走錯路 不能學蘇東坡 再來談第三點 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除了戀婆求生淨土 第三點 亂世唯一的生路 李平老基士往生前一天下午 告訴身邊的學生 他說這是個世界亂了 諸國菩薩神仙下皇都救不了了 告訴大家 你們唯一的一條生路 就是煉佛求生淨土 這是李老師最後的遺言 像李老師這種慈悲教委 老法師說他聽了很多 不是他一個 但是這個事情是真的 老法師說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集體祈禱 老法師說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集體祈禱 老法師說效果真的能夠超過 這些惡異的眾生惡異的業力嗎 也就是我們祈禱的力量 能夠化解這些惡異的業力 或者是惡異的眾生嗎 尤其是我們現在五濁惡世啊 如果祈禱的力量抵不過他 也就是眾生造惡的力量 超過我們學佛的 或是修行人的祈禱力量的話 那災難還是會發作的 所以50%的比例一半一半 這個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們要做什麼準備 真正的準備就是 念佛求生淨土 也就是說用俗話講說 你改變不了這個世界 你改變不了這個環境 你改變不了這個著惡的眾生 著惡的世界 你改變不了 像現在我們警方查記到的 數量非常多的這個毒品 這個毒品他怎麼去分裝呢 他分裝成咖啡包 外表是咖啡 可是裡面是毒品 你說怎麼辦 喝到這個咖啡包的全部都是吸毒 一吸毒到最後養成習慣了 無法自拔 沒有吸毒就會受不了 一陷一陷一深 到最後 都到這個最後的聖宴裡面去 就是說 現在這個著惡之間 我們也改變不了 著惡的力量太大太強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準備 真正的準備 就是煉火求生盡土 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的 你說我要在這個世間 我要挽救眾生 我要民心建信 建立生活 這障礙太大了 誡惡太強了 如果災難發生了 假如說我們有這個求生希望的準備 如果萬一災難發生了 那這是工業 雖然大地毀了 生物都不能生成了 個人技術不一樣 念佛的人到這些世界去 行善的人 心形善良的人到天道去 心形不善的人到山坡道去 氣處不一樣 這一點 老法師常常提醒同學們 人沒有死 一切萬物也都沒有死 只是換個身體而已 換一個生活的空間而已 所謂的不同為師的空間 你明白這個道理了 你相信了 你就能夠斷路向山 你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好 越換越好 越換越殊勝 但是如果你依舊 坐惡不改 那就經上講的 你的前途就是在山土地 佛對於這些事情講得太清楚了 老法師在講到這段開示的時候 正好有同學發心 在經典上去查 當然這也是老和尚的這個 詞士 老和尚的交代 專門查釋迦牟尼佛講的地義因果這件事情 後來編輯了一本書 叫《諸金佛說第一集藥》 這一本《諸金佛說第一集藥》 老法師特別叮嚀我 他說你將來有機會 希望把這部經也能講出來 他有告訴我說這部經很重要 但是確實很深 我看過了很深 我有看很深 《諸金佛說第一集藥》 好像二十多部經論 這部書實在講現在社會 老法師欠同學多讀 他說香港佛對教育協會有流通 多看就多警惕 聚集是真話 要相信金剛經上佛說的 如來是真一者死一者主一者 不狂以不妄以 聚集之導釋放 你相信的人就有福了 我們要學孔子求學的態度 就是信而好鼓 對古聖先賢的話要相信 同樣的 我們也要相信佛陀祝我菩薩的話 一點都不用懷疑 這就是我們 在這一生裡面 在這個亂述中 唯一一條生路 就是念佛求生期的世界 今天因為講到修數百年齊齊之路 我特別引用三條路 走對路 學敬風老法師 走錯路 不要學樹中坡 最後亂述中唯一的生路 念佛求生期的世界 好 跟大家共勉